今天阳光明媚 大雪纷飞 有大雪吗 下了大雪就麻烦了 六月雪展痘蛾 痘蛾渊 现在 冤架策案少得多了 政治清明 自从习主席就任以来 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了一大截子 外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正觉网络讲堂 是全世界直播的 不单是国内 在国外 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还有美国、加拿大 还有英国都有弟子在收看、收听 咱们等于是在全世界直播 虽然不是正觉寺广播电台 广播电视台 但是我们现在是通过网络来直播 用这个办法 技术发达了 技术先进了 资讯也发达了 好 咱们是按照时间呢 应该是九点开始 现在还差一分钟 我不知道外地的 他们开始收看没有 来济南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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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请回答 点个一 有吗济南 深圳 深圳 青岛 都点个一 有没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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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国内的有了 国外自然也就有了 就不用问了 好嘞 现在 现在 我们讲 道信禅法第四部分 也是道信事宜的第二部分 咱们 上一次啊 讲了 道信禅法的 第三部分 道信事宜的第一部分 下面呢 我们接着讲 道信事宜 道信禅法中的道信事宜 四祖道信大师 在《入道安心药方便法门》里面讲 他里面 带信众 提问 他说 临时坐 若微观形 这个问题是临时坐 若微观形 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正式上座 而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工作之中 你如何观照修行呢 这句话的问题 是这样的 这个临时啊 表示事物将要发生的时候 非正式的 短时的 暂时的 这叫临时 若是假如和好像的意思 另外呢 还有你和乳的意思 若 就是你和乳 过去说乳 也有说你 也有说若的时候 那若微观形 就是你怎样观照修行呢 这个意思啊 好 信曰 直虚任运 道信大师回答 顺其自然 随顺自然 不假任何人为的造作 以法而修 直是直接了当 直行运认啊 直行任运 直是直接了当 虚是必须 任运呢 也称为自然 任法自然的运作 不假人为的造作 任运呢 前面 道信大师已经做了解释 说 一不念佛 一不浊心 一不看心 一不记心 一不思维 一不观形 一不散乱 直任运 任运就是随 随顺 随顺自然的运作 在道信禅法的一横三妹部分 讲到一横三妹的任运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原文是 福神心方寸 举足下足常在道场 施为举动 劫世菩提 意思就是说呀 正如一横三妹的人 拥有大智慧 其身体心灵思想意识 行住坐卧一切行为 一切实处 等于都是在道场中修行 他的言谈举止 行为举动 都入理入法 完全符合佛道 这里讲的是一横三妹的任运 那么如何任运呢 四祖道信大师在这里开示 随顺自然 随顺自然 不假任何人为的造作 以法而修 这就是直需任运 这就是直需任运 下面又提出问题 又问 用向西方宝 这个道信大师啊 又代为提出问题 用向西方宝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又问 需要往上西方极乐世界吗 下面呢 那道信大师啊 又作为回答 他讲过 信曰 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 究竟清静 既是静佛国土 更不须向西方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 如果是知道 自己的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 究竟清静 这里便是清静庄严的佛世界极乐国土 心静则处静 心静则处静 当下清静的心就是极乐世界 便不需要另外再求生 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四五刀信大师 这里的知字啊 是正悟的意思 而不是知道知晓的知 正悟到自心的本来面目 明心见性 了达自性 不生不灭 究竟清静 等于是法身成就 就是开悟的人呢 法身成就 咱们不讲三身成就嘛 开悟了 明心见性了 就是法身成就了 然后再接着修 还要修报身 化身 法身成就之后 要报身成就 再化身成就 这才是三身成就 这叫究竟圆满的成就 那那六纪佛讲啊 明心见性 等于是明字纪佛 六纪佛 明字纪佛 还不是究竟佛 还要继续修 法身成就 便是由生死的此案 到达了不生不灭 究竟涅槃的底案 当然更不需要再着意 去求生西方净土了 有些大成就者 发愿往生西方 不过是为了度化众生 劝导众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说而已 对于普通未正道的修行人 四祖道心大师 并不反对求生西方净土 否则为什么道心大师还提倡一横三昧 即在心中一镜下的打坐念阿弥陀佛圣号呢 所以称念阿弥陀佛圣号便是积累净土资粮 因此 不能因为四祖道心大师曾经说过 更不需向西方便给他脱个大帽子 说四祖道心大师反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制造冤假错案 现在冤假错案很多了 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时候 过去雍正的时候 冤假错案也不少 文字语也很多 那么实际上四祖道心大师更强调的是实相念佛 下面大家看大屏幕 道心大师又讲了 华言经云 无量节一念 一念无量节 须知一方无量方 无量方一方 佛为顿根众生 另向西方 不为利根人税也 那个说发税的音啊 不为利根人税也 华言经讲到了 实践方面 无量节就是一念 一念就是无量节 同样的道理 空间方面 一方即是无量方 无量方即是一方 佛为度化 动根众生 因其不解 时间空间 相继相容 度化平等 之真相实相 就推耳求其次 叫他们发愿 发愿往生西方 在西方极乐世界 继继继续修行 利根人 一念 一念设结 结设一念 华言经 只归讲 念设结者 于一念中 既设路上无量 前后同一节海 入时念念尽 前后计 一一念中 结各普设一切注结 此一念中 此所设结内 俯有注念 而比注念 俯设注结 是即念念 即其不尽 结结亦辅不尽 入阴陀罗网 重重无尽 四五道信大师 这里讲述的是 华言司法界中的 世事无碍 法界的时间空间无碍 这就是说 现象界的一切 均是一多相继 大小不容 重重无尽 故射无碍 时间空间也是这样 无量节就是一念 一念就是无量节 一方就是无量方 无量方就是一方 一念与无量节相容相继 又称为念节圆容 叫念节圆容 一念和无量节 它是圆容无碍的 它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就时间的角度来看 时间的长短是相对的 可变的 一念设节 结设一念 华言精云 无量无数节能够一念情 非长一非短 解脱人所恒 无量节能容纳于一念情 而一念情呢 没有变长 无量节也没有变短 这就是圣者的境界 对凡夫来说 一念情就是一念情 无量节就是无量节 二者是根本无法互容的 而对圣者来说 不仅念节可以互容 而且呢 一可以变成多 多也可以变成一 有可以变成无 无可以变成有 什么样的境界都可以实现 以华言精探旋记卷五之解释 即念成节别无解体 于时间上见一即一切之理 乃说念于节 即入耳圆容无碍 概以时间无体性之故 时间上的相对概念 还从华言精第四十五卷 受量品中得到印证 在华言精 大方环华华研经啊 简称这是华言精 第四十五卷 受量品第三十一里边讲道 尔时些王菩萨摩克萨 于仲会中告诸菩萨言 佛子此梭佛世界 释迦摩尼佛沙一节 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舍 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舍 为一日一夜 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 是我们面 ml서佛世界的一节 那么极乐世界一节 与驾烧状世界 金刚间佛刹 为一日一夜 你看不要认为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集中的了 不是 那么 驾烧状世界一节呢 与不退转 一生轮世界 善圣光明莲华 开福佛刹 为一日一夜 你看 一个一个的 逐渐变化了 那么不对转 不退转 驾烧状世界一节 与驾构世界 与驾构世界 法状活刹 为一日一夜 驾构世界一节 与善灯世界 狮子活刹 为一日一夜 善灯世界一节 离构世界一节 与善灯世界 狮子活刹 为一日一夜 善灯世界一节 与妙光明世界 光明藏 活刹 为一日一夜 光明藏 妙光明世界一节 与 南朝过世界 把光明 莲花开服 佛刹 为一日一夜 南朝过世界一节 与庄严慧世界 一切神通光明佛刹 为一日一夜 庄严慧世界一节 与静光明世界 岳志活刹 为一日一夜 佛子 入世次地 乃至过百万 窝僧奇世界 最后世界一节 与圣连华世界 闲圣活刹 为一日一夜 普贤菩萨 基住 同行大菩萨等 充满其中 这是层层不进的 这么多的世界 就以《华言经》 上面的经文推断了 圣连华世界 应该是距离 长继光境土 最近的世界了 那么所有的世界的时间 它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在 这个《大乘志观法门》里面 以清醒和做梦的对比 来讲解时间 没有真实长短的道理 比如有一段写道 出家人问一个俗家人 他说你曾经做过梦吗 俗家人回答 我做过梦 谁没做过梦啊 今天咱们大教师 没做过梦的请举手 有吗 摇头 都做过梦的 那这出家人又问了 你曾经在梦里 有经历过五年十年 或十五年这样的情形吗 出家人回答 他说我确实啊 曾经梦见过 经历过多年 或者经历过十天半个月 乃至一个月 几个月的时间 在梦里头也有昼夜 与梦醒的时候没有差别 大家做梦都以为是真的 在梦里头过日子 以为是真的在做梦 有的做梦 过了几年在梦里头 这段情况很多的 出家人就问他了 他说你如果梦醒之后 你自己知道睡多长时间吗 出家人说 这个俗家人回答 他说我梦醒之后啊 问过别人 说我从睡到醒 用了一顿饭的时间 过去没有钟表啊 不是那么方便 说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吃一顿饭的时间 多长时间呢 也就是二十左右分钟 出家人说了 这就奇怪了 一顿饭的时间 却见到很多年经历的事情 你看醒的时候 和做梦的时候 他时间就 这个时间长短就不一样了 一顿饭的时间 是醒着的时间 梦里的时间呢 几年十几年就过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以具清醒的时间 来讨论梦里的时间 梦里的时间 并不是真实的 如果以具梦里的时间 来讨论清醒的时间 那么清醒时 吃一顿饭的时间 也是不真实的了 若以清醒和做梦的 实际情况而论 则在时间长短上 都说自己是真实的 互不相让 而具梦里的论呢 清醒和做梦 在时间上 长短是相设相继的 长时间是短 短时间是长 而不妨碍 长短时间的差别 还有古时候啊 有个高峰庙禅师 他在浙江的西天木 倒挂莲花山垫旁边 敲地上打坐 当他坐到第八天的时候啊 突然昏沉了 头朝下栽下去了 被一只大手呢 拖住把他放回原处 他说 谁救 庙高 这就这个什么呀 这个高峰庙 那么回答 空中有个声言 他 护法委托 这个高峰庙禅师啊 心里头难喜 偷之乐 他说 一看来我修得还不错 你看 感动的 护法委托菩萨来救我 他刚这么一想 空中就说了 因为你一念 宫高我慢兴起 我八万大姐不护士你 哇 这个高峰庙禅师很 沮丧 忏悔 哎呀 真不应该 有空高我慢的心 这一期 完了 高峰庙 这个 委托菩萨不护士我了 还得和老老师 修行吧 再接着打坐 等坐着坐着 又一头栽下去了 又一杯 又被一只大手拖住了 送回原处 这个高峰庙禅师说 谁护士这个高峰庙 谁救高峰庙 空中又说 护法委托 高峰庙禅师说 你不说八万大姐 不护士我吗 空中说了 以你一念忏悔 八万大姐已过 这个时间呢 就是这么快 它是相对的 在时间方面 无量节就是一念 一念就是无量节 同样的道理 在空间方面呢 也是如此 要知道 一方就是无量方 无量方就是一方 一佛国土 即是无量佛国土 无量佛国土 即是一佛国土 所谓 一粒素中 藏世界 半生称内 煮山川 秉称 那很浅的 平底锅 叫秉称吗 半生称 从半生米的秉称 能够煮山川 山河大地都能读一下 在精神层面上 一心即是无量心 无量心即是一心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一切圆融 一心就是无量佛世界 无量佛世界呢 也就是一心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 心佛不二 既云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就在鲁心头 人人有坐灵山塔 好在灵山塔下修 既心既佛 何劳藏求呢 不需要旁边提求 然而呢 顿真气的众生 不明白时间空间 乃至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 一于无量 无量于一 细节圆融通达无碍的道理 总得有个把手抓着不放 这才放心 于是释迦摩尼佛 随顺众生的心理 在佛事《欧比托经》里边 说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国土 有世界名誉极乐 祈祷有佛号 欧比托 祈果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祝乐 顾名极乐 让人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不为立根气的人说 佛陀是应急说法 他讲 释迦摩尼佛呀 在金刚波热 《波罗密经》里边讲 如来为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圣者说 那个成啊 念圣啊 大圣 大圣佛教 是这样的 人的根气有立顿 那佛性呢 全面有高低的 有的人看似很愚钝 又应用功 也可能开大智慧 有所成就 盘旭老和尚啊 在影尘回忆录里头 大家今天在座的 还有在电视机 和电脑旁边看的 你们看过影尘回忆录的 请举手 有多少人 哎呀 太遗憾了 不多 连十分之一还不到 影尘回忆录啊 我也没关手机啊 这手机都放到静音上啊 不要让他有声音 这个 谭虚老和尚啊 是 四十 四代 谭虚老和尚呢 是田台宗的 第四十四代祖师啊 也叫传人 第四十四代 这个 这个 他在影尘回忆录里边呢 曾经讲过一段故事 我度过 影尘回忆录 我度过 两到三遍 影尘回忆录 很有意思的 这是台宗老和尚 自己修行的一个回忆 他讲述的 弟子们给做的记录 这样 他里边呢 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民国初年的时候啊 宁波有个傻和尚 有一年夏天 因为他傻嘛 别的出家人就调理他 他说法师啊 这个夏天到了 宁波在南方啊 天气比较潮湿啊 这个夏天到了 雨水多 这个蜡烛啊 容易发霉 你把蜡烛拿到 太阳底下晒出去吧 别发霉 这个傻和尚啊 当真在 他真在把蜡烛拿到 太阳底下晒 这一晒成了一条油 完 所以这个傻和尚呢 外号就称 晒蜡和尚 就喊他晒蜡和尚 他也不生气 也不发火 喊他啥就答应什么 还有一天呢 有人忽悠他 他说 晒蜡和尚啊 咱们宁波 有一个 这个地贤长老 他是天台宗的 第43代祖师 地贤长老啊 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啊 这个舌头上出现莲花 真是口吐莲花 很了不起的 民国四大高僧之一啊 大家知道民国四大高僧吗 测试一下 知道的请举手 谁知道民国四大高僧 知道了吗 鼻子这么近都不知道吗 你举手了 你说 站起来 拿着麦克风 民国四大高僧 一位 一个 一位 两位 太虚错了 不对 他算民生不算高僧 他算 还有 地贤长老 好了 这是民国四大高僧 啊 西云老合唱 红衣大师 啊 这个 啊 地贤 长老 还有印光法师 这是民国四大高僧啊 大家要知道 这是基本常识啊 佛教的基本常识 那么 这个 有人忽悠 赛拉和尚 他说 关宗蒋寺啊 在宁波关宗蒋寺啊 这地贤长老 是天才宗的 第四十三代 祖师 他讲经说法 都口吐莲花呀 舌头都长出莲花来 长出金莲花来 他说 你去听他讲法去 将来啊 你也能讲经说法 赛拉和尚说 哦 是吗 好 就傻乎乎的去找 地贤长老 地贤长老 见了 这个 这个赛拉和尚 见到地贤长老以后啊 长老问他 你来干什么 这个赛拉和尚 原话搬出 他说 人家说 我来听您讲经说法 等了 以后我也能讲经说法 地贤长老 何许人也呀 心里有数 听他这么一说 这就明白了 这是个傻和尚 慈悲他 把他留下了 干些个粗活 劈劈柴贵物 烧烧火 沾沾水 在那儿出火而已 他有空的时候呢 也到讲堂里 听地贤和尚 讲经说法 结果功夫不复有心人 过了十几年呢 这个赛拉和尚 果然能讲经说法 在他赛拉和尚呢 为讲经说法之前呢 有一个威诺 人家都调了一赛拉和尚 那赛拉和尚 你来干什么 赛拉和尚 都是原话搬出 人家说 我来听地贤长老 讲经说法 将来我也能讲经说法 一个威诺师啊 我说好 赛拉和尚 将来你 讲经说法的时候 我给你当威诺去 果然十几年后 赛拉和尚能讲经 能说 我没脱出 我没脱经了 那好了 那个威诺师 原来当初你说过的 你来吧 你来当威诺吧 对 一语成真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这个 看着 一顿的人啊 如果是勤学苦练的话 也能成就 无独有偶 在清朝的中晚期 福州有一位 古悦禅师 也是奔得除奇 专送大悲咒 后来成为 中国佛教史上 有名的高僧 这个古悦禅师 他俗姓朱 叫朱旧官 出家以后呢 法号叫古悦 字元朗 清朝道光 二十三年的时候 就是一八四三年 假边战争以后的 第三年 他出生于 辅州 敏青县 那就离辅州不远 挨着辅州市 这个朱旧官呢 自幼家庭贫苦 十四岁就开始学采访 到辅州市里头 可是呢 三四年过去了 他一件衣裳都缝不出来 笨 笨得除奇 啥都学不会 这时候啊 有一位年轻人 就是后来的达本法师 是裁缝店老板的 故旧 关系很好 也是市交 他对老板说 他说人生不长 我想到古山永坚寺 去出家修行 老板一听就说了 他说好 你要出家 我支持你啊 他说我们这店里头啊 有一个饭桶 你顺便也带走吧 他说我做几套衣服 这个老板 服装店老板 我做几套衣服 跟他结缘 也顺便给你做一身衣裳 他说诸旧官 在这儿做了 学了四年裁缝 连件衣裳也做不成 那不是犯统事份呀 你把他带走修行去吧 过去说 懒人出家 缠人学艺 过去说学艺是学什么 学木匠 瓦匠 这是学艺 给人家盖房子啊 做家具啊 人家天天吃好的 有酒有肉 那懒人呢 那没事打坐就行啊 到时候有现成 吃饭都是现成的 所以过去懒人出家 这个笨人 也没办法 送到出家好了 学裁缝学了四年了 不会做衣裳 哪有这么笨的呀 这个达本呢 后来这达本法师啊 他觉得 有个伴也好 所以把这个猪脚冠带上了 等到了福州永泉寺 跟知客师一说 这个达本呢 后来达本法师啊 他说我来出家 人家一看 哇 这个小伙儿 法门龙像 挺精神 很精明 很聪明伶俐 一看就是法门龙像 好 很愿意给他替住 行 马上可以给你替住 他说把这个人也得替住了 他跟我一块来的 人家知客一看呢 他说一看这个是个笨人 给他替住也是寺院的累赘 不能给他替住 让他当居士吧 烧个火做个饭啥的 那个达本说那不行 我们一块来的就得一块替住 你要不能给他替住 我就上别墅出家去 这个知客师啊 一看这个达本 这么讲 那好 稍微就替住了吧 主要是为了留达本 达本回来也是很有名望的 一个法师 在以后啊 可是这个 这就是以后的 这个谁啊 当然两个人都替住了 替住了以后啊 这个古阅法师啊 你得干活啊 在寺里头都得有差事 没有差事 那住不成的 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 要求更严格 让他干什么去 做饭去吧 烧火做饭吧 就是过去呀 福州永泉寺啊 那一大锅饭500人吃 出家人很多的 有四个灶火 四个灶火门的一个锅 东南西北四个灶火门 你这火得均匀 他才行了 这个古阅哪会这个呀 他不动脑子 他也不会动脑子啊 他奔得出奇 是非常愚钝的和尚 他把东边的灶火门 火烧得挺大 西边灶火门没火 南边灶火门烧得火挺大 北边没火 结果呢 都饭熟了 一仙锅一看 三宝饭 什么三宝饭呢 蝶是黑的 中间是黄的 上面是白的 生的 这叫三宝饭 这样人还能烧火做饭了 不行 哎呀 点作不要了 退回磕堂去 磕堂这怎么办呢 哎呀 这个菜头说 来让他去 过去饭头 摘堂叫饭头啊 做饭叫饭头 这个种菜叫菜头 菜头说 让他去挑水浇菜去吧 过去泳泉寺啊 有很多的菜地 现在还有一部分菜地 前一戈我们去过 这个浇菜 它也不是个简单活 很多河上的挑水 都得一个追着一个啊 都跑着 挑着单子要跑的 跑着走的 走得很快 后边的追着前面的 你稍微慢一点 一个是碰上了 还容易把水洒落 它有菜梗啊 田梗啊 在田梗上跑 跑来跑去 它笨 哎呀 弄的这个水桶啊 叮得当了 烂跑烂碰 摆菜呢 就冲死了 有的菜刚栽上的 不到焦的时候 它一下子水桶撒了 就给人菜给冲死了 菜头也不要它 干不了 这个连水也浇不了 不要 不要怎么办呢 那就要签单了 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没活干了 就拍它上 这个花园里面 除草吧 这个养花的出家人啊 怜悯它 你看 浇水也不行 做饭不行 这个种菜浇水也不行 他说一养花吧 养花容易简单 可是这个古月啊 它分不出什么是花 什么是草 当了一锄头 把一个名贵花给砍了 草留着 把花给名贵花给砍掉了 你看 养花在和尚也不要它 没人要它 然后他说 哎呀 这个是全世界最笨的 最愚笨的人 不过如此而已 他也不学 他也不问 傻乎乎的 把名贵的花给砍掉 砍死了 草留着了 这样 就退回课堂 在古代这个寺院里头啊 一点拆 什么拆置都没有 光白吃饭是不允许的 好 那要签单的 这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这个永泉寺外边 原来是后边 有个山洞 山洞里呢 住着一个苦行僧 叫李珠和尚 他找了这个古岳 他说 古岳法师啊 这寺里的饭是不容易吃的 不好吃的 你什么都不会 奔成这个样子 你跟我修苦行吧 古岳正没出去 正发愁 你看谁都不要它 那好 修苦行就修苦行吧 就这么着 就跟着这个古岳呢 就跟着李珠禅师老和尚 这个开始修苦行 老和尚让他 他说咱俩都在盐状里住 这个没吃的时候 咱们下山 到这个福州城里头 这个花园一两斗米 够咱们吃一个月的 等吃完了咱们再去花园 平常没事的时候 你就按我说的 这么做 双脚立正 双手合十 念 达摩 无弥陀佛 念一声 磕个头 念一声磕个头 什么时候你磕累了 你就歇会儿 打会儿坐 或者睡会儿都行 等醒来之后 或者打坐下坐以后 歇过来之后 你再接着 念佛磕头 就这么修 这个倒简单 这古岳说 这好我会 就这么修吧 就这么修 等修了若干年以后 这个古岳 它智慧渐开 有点智慧了 好了 这时候呢 这个 李珠老和尚 又教他念大悲咒 他说 你再念大悲咒吧 大悲咒能治病的 加持大悲水 这个古岳呢 就开始念大悲咒 因为他美文化呀 李珠老和尚 一句一句的教他 慢慢的 他也就记下来了 会背了 天天 这个古岳啊 天天背大悲咒 加持大悲水 等后来 这个李珠老和尚 去世以后呢 元气以后 这个古岳 修大悲咒啊 就更精进了 谁的手机响啊 别让他响啊 这个古岳禅师啊 他日夜精进 修大悲咒 他智慧渐渐开朗了 这个 等李珠老和尚去世以后 元气以后 他更精进的修行 拜佛念佛念大悲咒 这样 这么一修 就是十几年 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啊 这个古岳 受了三残大戒 仍然回岩洞中继续修行 后来有一天 古山下有个老人 他看见 这个吃完晚饭以后啊 这个大梁 这个面对着古山 哎呀 突然有一天晚上 九点多钟 看着古山上啊 大火漫天啊 哎呀 整个山头都烧红了 他说哎呀 这个永泉寺 起大火了 到了第二天 有和尚下山来买菜 路过这个老头的门口 老头就问他 他说过去 昨天你们是 这个永泉寺 是不是失火了 和尚说没有啊 哎 这个老人很奇怪 就连着几天 他在晚上撑凉的时候 面对着古山永泉寺方向 都是看见大火漫天 这个老头很奇怪 到山上看看究竟 原来呢 是古岳禅师 猪这个山洞在放光 光是从这个山洞里 刷出来的 这下的消息一传 是十传百 消息传开了 哇 这个 这个古岳 你看这个奔和尚 现在放光了 这叫三昧真火 小说上讲 三昧真火 就是这个 三昧 三昧就是正定啊 正定的火 正定真火 这样 这个消息一传十四传百 传开了以后 这个古岳禅师 他会见大悲咒嘛 加持大悲水嘛 人们纷纷地找他淘水 喝了他加持的大悲干漏水 病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古岳这里 归一 有一年呢 辅州大旱 好长时间不下雨 辅州这些个寺院的 大德高僧们呢 就开始 摆上香岸 起雨 求雨 可是呢 没有用 求不来雨 就有古岳禅师的归一弟子说 他说这个古岳禅师啊 他修苦行 把他请来 说不定能请下雨来 那些个主事的说 这么多大德高僧都请不下 求不下雨来 一个奔和尚能求下雨来 不可能的 就是又拖延了好几天 后来古岳禅师的弟子们想 他说呀 咱们去请 这个摆上在这个 辅州城里头 摆上香岸 咱们摆这个古岳禅师请来 请师父求雨 他求下来了 更好 求不下来 这是征生业余所感 我们也没办法 那么多高僧 大德高僧都求不下雨来 是吧 那古岳禅师求不下雨来 这也是理所当言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无所谓 也不丢人 也不磕疹 好 就这么着 古岳禅师请下来 求雨 古岳禅师他没文化 他不会诵经啊 赤咒啊 别的都不会 他就会念大悲咒 古岳禅师在香岸上啊 拿起一只檀香来 两只手举起来 他说龙王啊 他说好久没下雨了 现在福州城里老百姓说不了 请你慈悲下雨吧 说完了以后把这个香啊 插到香炉里头 檀香啊 一段不长 插到香炉里 哎 结果这个香炉里吧 就冒出一股清烟来 一直捅到天上去 这个清烟在天上 就变成了乌云 这么一看乌云了 哇 这可能要下雨了 赶快回家吧 都跑吧 有的人还没跑到家 大雨 潇快大雨都下下来了 从这一件事 这古岳禅师有名了 你看 它是真修行 很多人都去找古岳禅师 归宜 等后来呢 又古岳禅师 给这个省长的父亲治病 又重建这个永泉寺 等等 很多灵验的事情 还有大牛求救 这个众府超多 等等很多灵意的事 在这里就归宜举例了 在社会上呢 有一种误会 以为一个人聪明盈利 就是有利根 傻乎乎的人呢 就愚钝 包括本人 就挺愚钝的 要不怎么有个外号 叫什么来着 潮吧 是不是 是潮吧吧 你看大家都同意 是啊 是啊 我就是傻乎乎的 你看 人结果这么个大四 你看咱们建起来了 对不对 我傻 新众们不傻 我佛菩萨不傻 知识郑月斯建设的人不傻 对吧 有个潮吧 你看 大四建起来了 郑月斯这么庄严 或者认为有文化的人就有利根 没文化的人就愚钝 实则是不然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聪明和智慧 它不是一个概念 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经常干傻事 这是小聪明 学佛修行 最忌讳是耍小聪明 倒是整天傻乎乎的 看似愚钝的人 更容易成就 叫执行师道场 就是这个道理 好 下面 大家看屏幕 身恒菩萨 若生死 这个字念恒 身恒菩萨 若生死 化度众生 耳无碍见 若见众生 有生死 我是能度 众生是所度 不明菩萨 度众生 入度空 何曾有来去 金刚星云 灭度无量众生 食物有众生 得灭度者 身恒 身密的恒业 也就是出地以上 菩萨的恒业 出地呢 也叫欢喜地 身恒菩萨 就是出地以上的菩萨 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的这个行字啊 发恒的音啊 不能念行动的行 出地以上 正物真理 一入来同位的 神恒菩萨 入生死海 教化基督众生 没有二见 二祸之烦恼 如果认为众生 有生死轮回 我是度化众生的人 众生是被度化者 便不是真正的菩萨 神恒菩萨 了知 助法皆通 众生不过是 因缘和合 而生个假名 度众生 入度虚空 时无众生可度 入世之海 时无来去 经兰经讲道 菩萨 度化无量的众生成佛 而心中并没有分别 有能度的人 和所度的众生 四祖道信大师 这里边讲的爱贱呢 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制度论》里边讲 烦恼有二种 一属爱 二属见 爱和见呢 是两个概念 爱是指思惑 见是主见惑 思惑是思想意识上的 迷惑烦恼 比如说贪嗔吃 慢疑 等等 这属于思惑 这属于爱 见惑呢 是见解认识上的迷惑烦恼 若身见 边见 邪见 见取见 借仅取见 这都属于见惑 爱见二惑 《维摩经》 问极品云 余祝众生 若起爱见大悲 既应舍离 祝《维摩结经》 眷武力边 《维摩罗慎》 祝曰 见有众生 心生爱卓 因此生悲 名为爱见大悲 极光明星曰 十方祝佛世尊 身恒菩萨之所护斥 身恒菩萨是出地以上 且证悟真理 一路来同位的菩萨 这样的菩萨 实际上早已了夺生死 但是呢 他们承愿再来 入生死海 来度发众生 而无爱见二惑之烦恼 关于菩萨呀 印度语叫菩提撒多 菩萨 是印度语 最初十位 称为实信 因入佛陀教诲 修无量法门 要以信为信 以信入 过去呀 有一个天人 他原来生前呢 活着的时候 是个上书 后来因为他 聪明正直 四二为神嘛 当了神仙了 当佛教叫天人 老百姓叫神仙 有一次啊 他考一个和尚 他说 和尚啊 你这个寺院三个门 我从哪个门进呢 和尚说 你从信 就喊一声 这和尚是开悟的 他说上述 开悟的人 他有素质命通的 他喊个上述 哇 这个天人没有思想准备 诺 答应一声 他说你从信门入 三门嘛 其实三门是什么门呢 空门 无向门 无座门 这是寺院的三个门 大家记住啊 寺院的中间叫空门 东边叫无向门 西边叫无座门 叫空门 无向门 无座门 这叫三门 结果这个和尚呢 就不跟他说 你从哪个 是从无向门入啊 还是从这个 无座门进啊 你咱们正九四平常开的是 无向门 中间门是不开的 就是2005年 2015年10月4号 农历8月22 人们古佛圣诞 咱们开光升座那一天 开了中间大门 平常是关着的 到国王来的时候 国家主席来的时候 咱们都开中间的门 那么这个开悟的和尚回答 这个天人 你从信门入 就是信门而入 就是你要修行的话 不从信门入是救不了的 救不成的 首先要信 信是道言功德武嘛 这样 所以说 这个以《还原经》啊 菩萨52位修行里边 最初十位 就是实信位 就以信为先 实信这个次序呢 是信心 念心 精进心 会心 定心 不退心 护法心 回向心 戒心 怨心 这是实信 那么菩萨52位修行的 第二个十位 叫实住 意思就是菩萨 信心既定 能住佛地了 实住的次序呢 以次是 八心住 置地住 修行住 生跪住 方便聚装住 正心住 不退住 同真住 法王子住 灌顶住 这是实住 菩萨52位修行 第三个十位 是实横 菩萨经 实信实住的修行 已经成为佛子了 满足自立 还需要长养 立他的公横 所以叫实横 实横 以次是 欢喜横 饶意横 无嗔恨横 无尽横 离痴乱横 善观横 无浊横 尊重横 善法横 真实横 这是实横 那么 菩萨52位修行的 第四个十位 是实回向 菩萨以大悲心 处俗立生 回此善行 相比万类 救护一切众生 所以叫回向 实回向 实回向的一次 是至一切处 回向 无尽功德藏 回向 随顺 平等善根 回向 随顺 等观一切众生 回向 真如相 回向 无福 无浊 解脱 回向 等法界 无量 回向 这是实回向 那么 菩萨52位 修行的 第十个十位 第五个十位 总共是52位 第五个十位 就是实地了 那么在实地里头呢 菩萨 见开火眼 成一切种志 转凡成圣 到了实地 就已经是圣人了 那么 实地呢 以次是 欢喜地 离构地 发光地 严慧地 吉南圣地 现前地 远行地 不动地 善慧地 法云地 这是实地 菩萨经过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等 52位的修行 已经转凡成圣 在接下来的两位 便是等觉和妙觉 等觉菩萨 又成为 一生补助菩萨 或者叫 金刚心菩萨 妙觉 是自觉觉 他觉醒圆满 智德 不可思议 成就 无上正觉 即为佛果 妙觉菩萨 他就跟佛一样 没有区别了 那么再转回来 看道新大师的原文 若见众生 有生死 我是能度 众生是所度 不明菩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见众生 有生死 我是能度者 众生是所度者 那么就有众生相和受掌相 就不能成为菩萨 这里边呢 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 眼不见众生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都是被来佛 顾无能度的我 和所度的众生 昨天我在深圳机场 后击的时候 我在背侧 旁边一个小青年 哎呀 看着我这个 看看老和尚 拿着个看 他以为什么小招呢 他也要看 一会儿看了以后 把这个月儿 给我闹乱了 好 那么第二层意思 是金刚经 入金刚经所云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我竭令若无欲涅槃而灭度之 若是灭度 无如量 无数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何以故 虚佛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咒者相 既非菩萨 所以说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包括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界的众生 也就是说 菩萨灭度 无量 无数无边的众生 度尽三界众生 也不着度尽众生的这种相 也不着度众生的相 没度 无所度 已然是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也没有能度 和所度 没有能度的我 和所度的人 所度的众生 没有能度的菩萨 和所度的众生 这就是没有能所 否则 至于我是能度者 众生是所度者 那便不是真正的菩萨 就是这样 度众生 入度空 何曾有来去 众生 之所以成为众生者 不过是 众元和和而生的 假名而语 还有金刚经里边讲 菩萨做事念 若俄罗汉做事念 我夺俄罗汉道 这个 基比明 这个 沃罗汉 就是自己得了 沃罗汉道 不能说我得了 沃罗汉道 你说认为自己得了 沃罗汉道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 沃罗汉 就这个道理 所以众生假名呢 还有两种含义 一是 一是五体随行假 也就是说 在众生方面 本无众生之体 随众生 情见而有 故众生 即非众生 二是 有体施舍假 这个假名啊 两个含义啊 第一是五体 随行假 第二是 有体施舍假 也就是说 在诸佛方面 一切众生 原本无相 他为了顾众生 方便假设众生之名 故说 世名众生 佛是正的 二空伯热 正知诸法 性空平等 本无生涅 涅含寂静 入来者无所从来 亦无所拒 顾名如来 也就是说 入来这个名 也是假名实设的 所谓 真无界内 绝生佛之假名 平等会中 无自他之形象 到了这个境界 哪里还有能度的佛 或者是菩萨 和所度的众生呢 度众生 入度空 何曾有来去 度众生啊 就像不怕虚空一般 众生和佛 平等弯 性相一如 入来无来去 那众生又何曾有来有去 也无有来去 也无有来去 经安经云 灭度无量众生 实无众生可灭度者 这句里的 在这句话呀 在经安经里边的原文是 如等 勿为入来做实念 我当度众生 须不提 莫做实念 何已故 实有众生 入来度者 若有众生 入来度者 入来则有 我人众生受者 也就是说 实在没有众生 为入来所度 倘若 是入来觉得 有众生可度的话 那么连佛自己 也有人我等相了 当然也不能 称其为佛了 就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吗 好 所以度头 许许多多的众生 成就佛道 而不执着 有这么许许多多的众生 为我所度 如果有了能度 和所度的存心 那么这个心 就落于妄想对待 变成为邪见 其原因在于 第一 如果觉得众生可度 乃是事项上的事情 是事项上的事情 从理性上讲 佛于众生 在佛性上 是本来平等的 所谓烦恼与菩提不二 生死于涅槃一如 哪有 怎么可以 治有众生 为我所度呢 如果觉得有众生 为我所度 那便是凡夫境界 是个凡夫 不是佛 菩萨的境界了 菩萨已误众生 与佛平等之理 不会再有这种 不平等的念头 那么何况佛呢 第二 以般若空智 明了诸法实相 知诸法因缘生 其性本空 了不可得 即便是佛和众生的名字 也是勉强安利的 哪里还有我 以及与我相对的众生可度呢 如果觉得有众生可度 就有对待心 有圣脸心 以我为圣 以他为脸 觉得自己施恩于人 那么他的心量 心地 与凡夫也就没有差别 与凡夫无异 明白了这层道理 作为修行人 就要常怀平常心 常怀悲下心 那大悲咒 十种相貌 不就平常心和悲下心吗 这样才可以 就如阴光大师所言 看别人都是菩萨 唯有自己是凡夫 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 看不起别人 高高在上 盛其灵人 时时刻刻 大家都要低调 佛菩萨都低调 何况我们大家呢 下来大家再看大屏幕 所以出地菩萨 出正一切空 后正一切不空 后正的一切不空 既是无分别制 亦是色即是空 非色灭空 色性是空 这是四祖道心大师的原文 这个意思啊 就是 所以出地菩萨 出正一切法 虚妄不实 随着修行的深入 后正的一切法 结识实相 正的诸法平等 知真实智慧 就是无分别制 也就是一切事物 一切事物也叫色界 皆由因缘而生 缘聚则生 缘散则灭 无永恒不变的本体 此为色即是空 不是色空对立 有色无空 有空无色 也不是事物散灭之后 变成了空 而是一切事物 以空而显 都是空性的随缘变现 也就是色性是空 下面讲讲 参禅的三重境界 根据四祖道心大师的 这一段话呀 咱们讲一下 残禅的三重境界 在武灯会员 卷十七里边记载 有微信禅师讲 他说老僧 三十年前 未残禅的时候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即至后来 亲见之事有个路处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修邪处 以前见山只是山 见水只是水 就像前面一样 一开始一样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那么宋代 禅宗大师 清元微信禅师 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 他说出禅 参禅之初 看禅是山 看水是水 那么禅有物的时候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那么禅宗彻物 看山仍然是山 看水仍然是水 这个参禅的三重境界 第二重境界 第三和第三重境界 便是对四祖道信大师 这里边讲的 出地菩萨 出正一切空 后正的一切故空的印证 等于是清元微信禅师 给四祖道信大师的这句话 做了具体说明 第一重境界 是凡夫的境界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今天我们大家有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的吗 有吗 谁啊 没有啊 好 那么说明完 大家还都是凡夫境界 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那么到了第二重境界 菩萨出正一切空 即一切都是四大解荷而成的 一切都是因因缘所生法 就是原生原灭的 所以呢 出地菩萨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那么到了第三重境界的时候 动彻彻处法实相 生佛不二 性相一如 一切色法无色法 都是入来法身的显现 到了这个时候 虽然看山仍然是山 看水仍然是水 已经从本质上不同于第一重境界的看涉是山 看水是水了 乃是一种涉悟后的超越 对吧 好 本和尚在潭球茶道祖师里边呢 有一首观色闻香色香蜜圆 里边也讲 沉色寂静妙色圆 它那个寂静它打成寂静了 你改过来 那是寂静是寂静的 错了 寂静俩都是错的 我的原文是沉色寂静妙色圆 寂静 寂是寂静的寂 寂是穷尽的寂 沉色寂静妙色圆 这是谁给我打的字打错了 打成沉色寂静了 那是没道理的 改完了吗 改完了告诉我 沉色寂静妙色圆 这个庙界都能背得下来 我所有的十四庙界全都背下来了 改好了 改好了啊 大家看啊 沉色寂静妙色圆 天香凝露 蜜香传 清风脚下水是水 白云顶上山是山 这首诗的意境 大家能体会体会 好吧 有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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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就是会意 明白意思 会吗 这是古代啊 这个在禅堂里头 有法师 禅师经常这么提问题 会吗 鼓掌说的 你明白了 是明白了 点头了 好 下面讲 无分别制 修行的过程 就是转式成式的过程 转式成制的过程 修行的过程 便是转式成制的过程 转眼式 耳式 鼻式 蛇式 身式 这五式 为成所坐制 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制 转第七意识 莫纳式 为平等性制 转第八意识 阿赖也式 为大圆镜制 其中 转聚生我制 第七是莫纳式 为平等性制 平等性制 就是无分别制 无分别制 即舍离主观客观之相 而达平等之真实智慧 又成为无分别心 也就是说 菩萨 菩萨一出地建道的时候 远离明相 概念等妄想分别 之世俗认识 正如一切法之 真如实相 离能所差别相 静置契合 平等而无分别之制 此制属于 初世间制和无漏制 波尔波罗密多心经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里的色字 指世界上一切有形的事物现象 这些事物都是因缘和和而生 源于人们的妄想分别 没有永恒无边的本性 当体即空 所以说色即是空 这个空就是空性 关于空 在佛教里 关于空的概念 空字有几个含义 有六层含义 第一 空是什么都没有 空空荡荡的意思 就是平常我们大家的这种认识水平 一说空了 什么都没有 空空荡荡 这是空 空的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呢 是因缘和和而生的一切事物 究竟而无实体 叫做空 是假和不实的意思 第三层含义 是思想意识观念 等无形的事物叫做空 有形的事物叫色 无形的叫空 包括这个思想意识 这个 它是肉眼看不见的 所以叫空 那么有形的 肉眼看见的 就叫色 那么二者呢 相对应的 像新经理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是第三层意思 空的第三层意思 空的第四层意思 是空大 地水火风空 五大之一 那么说虚空的体性广大 周边一切处 这是空大 空的第五层意思呢 是空性 它以空而显的实性 真如的别名 是空性 空的第六层意思 是空相 著法皆空的相状 指因缘和和而生的 一切法 没有自性 此即是空的相状 称为空相 四祖刀心大师 这个文章里边 非色灭空 色性是空的意思是 不是有形的事物 散灭之后 变得什么都没有了 而是一切事物 具有以空而显的实性 究竟而无实体 所以说呢 四祖这里 这空字啊 是空性和空相的意思 好 大家再看大屏幕 所以菩萨修学空为正 心学之人 直见空者 此事见空 非真空也 修道得真空者 不见空于不空 无有助见也 无有助见也 善须解色空意 自老心大师讲啊 他说 所以菩萨修行学习佛法 须正悟空性 初学者自以为见到了空 是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这是见空 见空那就是斜见了 斜见的一种空见 所以 是对空的见解 理解 而不是真正见到了空性 修学佛道 正悟空性的人 或者说 明心见性的人 他绝了 灵明觉知之性 人人本具 本来空技 而此空性 亦不可得 因此说 物不见空 通达真空之修行人 正的助法 结为实相之平等 无分别制 不再制着空于非空 没有制着 不着一切相 离一切见 修学佛法的人 需要正确地理解 色于空的含义 色也称为有 国往今来 许多人 或者至有 或者至空 争论不休 所以王安石 在望江南 皈依三宝剑里边说 三界里 有取总栽微 处愿众生 同我愿 能与空有 善思为 三宝共住持 在十二因缘里边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其中爱和取 是六道轮回的 生死根本 有取就有造作 有造作 那么就会多恶少善 造下无边的罪业 有了恶业 就会有恶报 所以 王安石讲 有取总栽微 苦愿众生 同我愿 能与空有 善思为 三宝共住持 三宝共住持 大家要正确地理解 空和有的含义 和相互关系 既不要制作有 也不要制作空 空有不二 不一不义 是没有区别的 这才与佛法相弃 这才是佛教的第一异地 佛法僧三宝 来共住持 无上已经约 正有人 知我见 入须弥山大 我不经过 亦不悔辞 增上慢人 智者空见 注意谋法 做十六分我不许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释迦公一佛奖 如果是人们 制作我见的话 像须弥山一样大 须弥山非常高大的 须弥山 不知道比喜马拉雅山 和东方拉万峰高 几百倍几千倍 须弥山 按照佛经讲 日月才在须弥山的伴腰 似天王天 你说须弥山有多高 那么 有人制作我见 像须弥山这样大 释迦公一佛不奇怪 不感到奇怪 也不会斥责他 那么 增上慢人 制作我见的话 像一毛法 做十六分 就是麻烦你一根毛法 一毛法得粗啊 才0.6微米 六丝啊 就是六丝 就是一毫米的百分之六 把一毫米做成一百份 一根头发才那么粗 那么粗细 就是把一根毛法 再做分成十六分之一 那么细 那么小 这个制作空间的话 释迦牟尼佛都不许可 都不允许的 龙仙经约 我说领取人 箭入须弥山 不起 无所有 增上慢空间 所以说 这个空间呢 箭空也称为空间 是波无因果 之理的邪箭 也是制作于空法的 错误间解 诸箭中空间 它的过错是最重的 制作于空间 往往沉溺于 波达空 扶门有云 波达空 波达空 波因果 波达空 波因果 忙忙荡荡 招殃祸 这个波达空啊 这是波无因果 觉得自己正悟了 什么都空了 可以胡乱地造作了 这是 这个非常危险的 2007年春天呢 郑九四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小青年 姓赵 咱们叫他赵某某吧 别说他的神明了 他的父亲是个黑社会 在这个赵某某七八岁的时候啊 他父亲骑摩托车 被一个大货车碾压 当场压死 这里头怎么回事 咱也闹不明白 咱也没有追究这件事 反正他父亲 他七八岁的时候就死亡了 后来呢 这个孩子就被 他爷爷带大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是07年 到郑学寺来 他从小 小学都没渡完 那就也不务正业 后来到了郑学寺 他刚才郑学寺的时候啊 还挺勤快 就想这个孩子 那时候郑学寺 缺少人手 早晚店上店呢 经常让巨师敲打法器 这个赵某某 没用半年的时间 敲打创念全都学会了 包括厨师 全都学 还有早晚课颂 也都学会了 2007年 过八月节的时候 他家就是博山人 我要给他三百块钱 让他回家 孝敬他 孝敬孝敬他爷爷 他爷爷把他带大的嘛 这样 让他给他爷爷 敬敬孝 到2008年 春天的一天上午 这个赵某某啊 拿着一张纸 就是A4的纸 哎呀 兴冲冲地来找我 找到本座 给本座看 我一看呢 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几行字 这不是 是个女人的字体 我问他怎么回事啊 他说 这个纸上写的啊 是他 昨天夜里 这一感悟 因为他字呢 写不成个 就让一个姓刘的 让刘某 替他写的 那么写的是什么呢 四行字 十二个字 四行 叫世界空 大地空 因果空 空空空空 十二个字 六个空 他以为自己开悟了 让本座上给他印证 贫僧拿过来一看 就知道赵某某坐到 国达空里边了 当时就很严肃地 对他讲 这不是证物 是邪物 告诉他 因果不存在空与不空的问题 而是因缘果报的规律 科文规律啊 他是丝毫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 他的这个所谓空计 就是活达空的显现 是非常危险 当时就告诉他 已经做到活达空了 活达空拨因果 茫茫荡荡荡 招殃货 如果不从活达空里头 跳出来的话 很快就会入邪的 要闯大货 要倒大煤的 当时就这么警告他 但是遗憾的是 这个赵某某 没有听从秦僧的话 在活达空的这条邪路上 越跑越远 他先是跟这个流氓 搞姐弟恋 这个流氓比他大失了岁 发生不进行 被赶出寺院了 后来又跑到北京 投靠一个黑社会小团体里边 大肆污蔑伯山郑爵寺 也给本和尚 厚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在2010年农历的4月初九 正是咱们郑爵寺法主和尚 能行长老 这个八十岁 八十四岁 生日的时候 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们 都在伯山郑爵寺 参加4月初八的御佛节之后 很多人还没走 来给老和尚过生日 那么到4月 2010年 4月初九 中午啊 很多人都到老老老老房楼 那时候还没有别的楼 六合楼 这个正在盖着 2010年的时候 还没盖完 还没有别的住宅楼 出事 突然一阵骚乱 把我出睡梦中惊醒了 我爬着窗 二楼窗户上往下一看 哇 打起来了 原来这个赵某某啊 引来了六个 六个人 六个和尚 打上门来了 先向老和尚的 能行长老的疗房进宫 这个赵某某一脚 把老和尚那个门 踹着大窟窿 这个门现在还留着呢 留着做见证 这是历史的见证 这是2010年 4月初九的事 现在这个门上 还有两个窟窿 那三个板的那个门 底下这个门 就是赵某某踹着 上面那个窟窿 是另一个人 拿拳头砸碎的 这时候有一个上海的信众 在那把门 赵某某给上海的信众 还踹了一脚 让他躲开 滚开 这样 接着一脚就把门给踹碎了 于是就发生了混战 那时候郑家寺出家人少啊 那时候 就是有三个沙密 其中有庙奖 那个叫庙圣的 还有一个小沙密 是南方来的 长得很瘦很绕 只有庙圣能动手 这变成了一个沙密 跟着六个和尚打 打六个 六个和尚围着一个 咱们郑月寺的一个和尚打 围着咱们郑月寺的一个沙密打 还有几个 咱们郑月寺呢 军事们不敢打和尚 不敢打外边来的和尚 你打出家人不行啊 就拿这个赵某某杀气 两三个出家人 两三个军事 打着一个赵某某一个人 赵某某打趴下了 打得不轻 咱们的一个出家人啊 沙密啊 打着头上防了十七针 现在网上说人打打人就是那个事 不是我打的 我在二楼看 我第一时间先给国山民众局 余局长打电话 接着就给打110报警 我没下楼 结果呢 他们造了污蔑 歪曲事实 说人打打人 打了人家后脑 疯十七针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是咱们郑月寺的和尚 被人家打了 后脑勺开条 疯了十七针 那么网上 污蔑这个歪曲事实 说人打打人的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赵某某干的事 赵某某干的事 大家说 像赵某某这一号 豁达空的地狱种子 能有好下场吗 有好下场 好下场 都不拍手啊 这个赵某某某 有好下场 坏下场 肯定没有好下场 好了 就是波达空啊 就是空间 就是这样 好 今天的课呢 就讲完了 下边给大家时间 去提问题 大家在修行上 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道信大 好 我们就好 回来到这里 今天上午的课到这里 就做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一起回向吧 好吧 师父请全听 请令大家跟随大和上 一起回向 好 在网络上 一起回向 大家上手 合时 修行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府结回向 无边圣府结回向 不愿沉溺住众生 不愿沉溺住众生 宿往不量光佛刹 宿往不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勒波勒米 摩赫波勒波勒米 做个声明啊 刚才本和尚回答问题的时候 如果对哪位出家人 无意中觉得受到伤害的话 请不要介意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请大家唱诵国号 送大和尚回流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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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大家请到 5号坊 都 hosted macam一言 名四位 我们来桑 市场 雪式 那我叫你 吃 老必 我叫你 我不 Bahn Нап 谢谢大家